北京时间11月15日,在克里斯,保罗复出前一战,休斯顿火箭停下了前进的脚步,以113比129主场赋予多伦多猛龙,六连圣甲然而止,球迷调侃,火箭是想告诉大家保罗有多腰重要吗? 近期火箭拉出一波六连圣,温居西区投名,攻防效率皆约居联盟前五支列詹姆斯、哈登更是表现劲爆,见此很多人内心抖声疑问,如此火箭还需要保罗吗? 同一时段,迈克·德安东尼不断对外放风,声称保罗复出将近,而今天更传出消息称保罗最快将在下一场对太阳石复出,球迷笑颜,今天主场拿下猛龙,下一场保罗剪个软柿子捏,火箭的算盘打得够精。 可惜,火箭却用一场失利告诉大家,保罗不但是他们需要的,而且是必不可少的。 本场猛龙的取胜支持是对火箭三分和快攻的成功遏制,尤其是快攻。 猛龙本场食物14次,快攻拿下15分,从火箭19次食物中取得25分,却让火箭快攻仅得4分,跑不起来右头不准。 火箭突然变得不会打慢节奏阵地战了。 一旦落入阵地战,猛龙就防线外扩,踩着三分线还阻断传球路线,内线大各则按兵不动,只留下中距离广阔天地。 拼火箭对此并不擅长,而保罗上赛季在巨蓝框10英尺到三分线之间的区域出手占比47%,1%命中率接近50%,正是破解猛龙防守策略的两方。 此外,保罗上赛季三分命中率达到生涯星高41%,1%可以对猛龙形成牵制,使他们无法全力扑向詹姆斯、哈登。 而他和哈登也可形成双箭头,频繁冲击猛龙内线,本场第三截后半段火箭掀起追分狂潮,正是横下一条心突击内线,而猛龙的防线也的确在冲击之下略有松动。 同时,保罗也可解决哈登离场后,火箭前阶段发挥欠佳的弊病,这两场证明埃里克·戈登进步明显,但仍无法作为第二持球点使用。 当然,一切只是纸上谈兵弹灯炮组合本系尚未展现出合体威力,也的确给人霞。 想一切只看后天吃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